这人在那儿晃了好几圈 旁边要饭的 但油还没加呢 我们去加个油 我们去加个油 行吧那走吧 一见没 不能够 没有那么玄乎 你就坐这儿吧 没事 一见吧 到你了 接下来讲一下五个一 我一开始其实根本不知道 这个五个一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 后来因为前段时间吧 差不多就是五月末六月初的时候 关注这块新闻的人比较多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才明白这个五个一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其实真正被五个一影响到的话 主要是一些海外的华人 那么这些华人的话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的话是在海外工作 然后长期生活拿到绿卡 基本上生活的大部分重心都在国外的这种人 另外一部分人的话就是现在网上叫的比较凶的 就比如说像留学生啊或者说是短期来这边出差的一些人 那么五个一的话其实真正影响到的人 我觉得主要还是后者 因为前者的话生活的重心基本都在海外 我前面有一期视频也介绍过 对于我来说你现在给我一个机票 我其实也不能回去 因为回去的话这边的生活怎么办 工作怎么办对吧 房贷要还车贷也要还 是不可能长期在国内生活的 但是对于留学生还有出差的人来说的话 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他们面临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边如果继续待下去的话 签证很可能就要过期 这有个蜘蛛 这就是在坐在外面吃饭的一个好处 就是跟大自然更亲近一点 他自己就在这个相机上支了网 不管他让他自己爱干嘛干嘛 继续刚才的来说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学生 学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放假之后签证到期了 然后也回不了国这边房租 住宿舍的话学校可能不一定要住 然后在外面住房子的话 又很少有房东愿意 比如说只租两三个月这样一个暑期的时间 所以说五个一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在网上去说这个事情 比如说五个一是剥夺了基本的公民回国的权利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因为情况比较特殊 那么如果站在国内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五个一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让大家能够接受的政策 因为毕竟国内刚从疫情当中恢复出来 如果说再有大量的外部疫情病例涌入的话 对国内的不管是经济也好 还是说社会治安稳定也好 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翻过来从国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公民回国的权利被剥夺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从双向来看 因为特殊时期嘛肯定是要特殊处理 暂时的剥夺这样一些权利其实也是说得过去的 这个事情的关键其实是并不是在于这个权利有没有剥夺 而在于要剥夺多久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国内的人觉得国外的人是千里投毒 国外的人觉得国内剥夺了自己回国的权利 这个时候很难去协调只能说相互理解吧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更好的办法 或者说能去开导大家的东西 至于国内人很多人其实反感的都是一些 比如说觉得留学生大部分都是官二代 富二代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真正的这些官二代 富二代包括一些什么香蕉人 或者说在国外各种诋毁国内的人 都这一类人 其实基本上是不受这个五个一影响的 他们其实无所谓回不回国 真正被五个一影响受影响最大的这些人 还都是普普通通的一些留学生 既不愿意花高价去买这种高价机票 然后又没有关系去买到这种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回国的机票 同时的话他们在海外也没有什么根基 又不能长期去待 面临学业到期签证到期 房租到期的种种困难 而且有可能黑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才很着急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五个一嘛 其实影响的主要还是海外的一小部分的华人 所以说大家在购买机票的时候 我觉得分批分布了 国内也做一些努力 海外也做一些努力 这个其实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像什么美国啊 加拿大澳洲这种 华人比较多的这样一些国家 可以多开放一些航班 但是像华人相对来说少一些的 比如说像东欧啊 中欧啊 北欧啊这些地方 可以稍微适当的晚一点 对吧 那我不是说不开放 可以相对晚一些 加一些权重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从和各个国家 华人自身来看的话 嗯 有长居的 或者说是暂时不打算回国的这种人 或者说 继续还要在这边读书的 可以稍微晚一点的考虑回国这件事情 先把回国的机票让给这种 马上就要黑在当地的这样一些人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 从整体来说 比较 客观 或者说比较理性的一种方式 当然实际执行起来 我知道肯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那么从我们自己来看的话 就是放平和一点心态 我还记得三四月份的时候 各国使馆给留学生发健康包的时候 很多人天天都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晒 祖国母亲好怎么怎么怎么样 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这个有错啊 但是我觉得你说好的时候 就要想到他也有疏忽的时候 也有让你觉得不满意的时候 不要光理解好对吧 不好的时候也要理解 不能说跟自己的利益有一点点冲突 然后就去酷爹喊娘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另外就是说 网上很多人说的像什么崔永元啊 这种讲的 说可以把什么办孔子学院的钱拿出来 给大家在国内搞什么隔离酒店 多开几个航班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从大面上去说没有问题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部委的话 他这个钱都是走到不同的线的 虽然说都是中国的 但是各部门之间是没有办法去协调的 打一个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两个兄弟 你不能说兄弟A在外面欠了钱 然后让兄弟B把自己的房子卖了给兄弟A还钱 对吧是可以 但是这种情况很很少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兄弟B也有7R老小 也要生活 对吧 不可能因为兄弟之情 把自己的生活全部都打乱 至于很多人讨论了这个什么 爱不爱国啊 然后关键时刻 这个国家把很多人往外推啊 这个我觉得这就很扯了 嗯 就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吧 真正想移民的人也不会 因为你这个撤侨做的很得力 然后就改变自己移民的想法 另外没有移民打算的这些人呢 也不会因为就现在这个五个一的情况 然后就决定留在国外 所以说大家都也是叫一叫 实际从长远来看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基本上就这样吧 这个热点我蹭的是比较晚 但是希望最后从这个点击量和观看量来看的话 希望还是能有一个 达到我的预期吧 我只能说希望还能达到我的预期吧 当我上面表达的所有观点 都是我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和立场去说的 跟你的相不相同或者你认不认同 其实并不重要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观点的参考 好了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别忘了点击关注 记住我是一直待在欧洲的TAMILY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从国内的报道来看 觉得国外是水深火热的 但是实际从国外的生活来看的话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其实都已经不太在意了 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吃东西 没有人戴口罩 也没有人因为有两三万的确诊 然后就不敢出门了或者怎么样 大家的生活基本上已经恢复 往常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只是说需要更注意一些 但也没有媒体当中说的那么夸张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签证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边呆的 并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你想要买的东西都可以买的到 你想要办的事都可以去办 住宿出行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必须的话 如果不是受签证影响 可以把你回国的计划稍微往后排一排 把仅有的很少的机票留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 买俩小孩也戴着口罩 但是大人没戴 所以说老外这个思路有时候也很清晴 单了别人觉得我在这个地方边吃冰淇淋 然后还编带录视频 可能觉得也很奇怪 所以说就是大家站在不同的观点 做不同的事情 互相都觉得对方是有问题的 但实际当中其实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有点像国内和国外华人 现在这样一个态度 国内的人觉得国外回国是千里投毒 是不应该回来的 好比于国内才清零了 那么好比于才过一些稳定的日子 你们回来又给我们填乱了 但是国外的人觉得我是中国公民 我拿着中国护照 我为什么不能回国呢 我回我自己的家影响谁了 所以说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 想法不一样 这个很正常很正常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互相理解 只有互相理解才能把这个事情真正的促成 五个一我相信不管他这个政策怎么样吧 后续可能还是会有所放宽 或者说有所调整 即便是最坏的打算 后续如果说签证到期也回不了国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以问一下大使馆吧 谢谢大家